為了因應觀光公害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八月一號起 限制旅行團的人數 每一團最多二十五人 也禁止導遊領隊 使用大聲工來聚集團客 避免噪音 而一旦違規的話 將會罰款八百八十元 到一萬七千六百多元的新臺幣 手上舉著旗子 導遊不斷回頭 送流團遊客解說景點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是文明全球的觀光景點 一年平均遊客超過四百萬人 面臨過度旅遊問題 威尼斯從八月一號開始 限制進入城市的旅遊團人數 每團最多二十五人 期盼減少對環境跟居民的影響 對此有客的反應不一 過去聯合國文化機構曾經兩次考慮把溫尼斯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並為遺產的名錄 認為旅遊業是對城市造成衝擊的主要因素 這也是繼四月到七月 在當地旅遊旺季 斷期試驗對遊客收取入城的觀光稅之後 當地政府再一次進出旅遊限制 此外八月的新規定 還禁止導遊領隊使用大聲工聚集團客 避免形成噪音 並且能夠確保行人能夠自由活動 一旦違規將會罰款二十五歐元到五百歐元 相當於台幣八百八十元到一萬七千六百多元 目前限制旅遊的規定 除了威尼斯市中心外 也將在玻璃島 彩色島以及教堂島實施 不過新規定並不包括兩歲以下兒童 參加教育行程的學生 以及學術性質的旅遊團 個人新聞陳頌給你